好 各位 今天一次過錄幾條片 現在來到梅林茂先生和Kavin Butler 的很厲害的歌 這首是《十面懷伏》裏面的《LOVERS》 這首歌是很厲害 Kavin Butler 是用唱Opera的形式去唱出來 接著配合梅林茂的編曲等等 相信很多Hi-Fi界的朋友都以術能詳 我就不幫門洞龍虎去說Hi-Fi上的東西 首先這條片就是分析它歌詞的含意 因為它全部都是用英文 我為免有一個尷尬的地方 就是怕那些發音差一點 我就不如整段去講解 大家給點耐性去聽聽 好 現在第一段 其實第一段是燈一部電影 就是講解說有一個人 當然有一個人 我就想回以前的往事 就是在我們以前住的地方 生活的地方 接著就是一男一女 大家都是拖著手 拖著手就是經常都在這裡玩的 在這裡玩 接著有一個浪漫的地方 就是在這個環境裡 一直在玩的時候 那些微風就會輕輕吹過草的面 畫面就是比較有史詩式的電影 通常都有的 就是那些風吹過草面 那一刻快下 dump 其實卡通片都很多 這些又不需要解釋一下 他就說 那時其實我們真的很年輕 我們很勇敢去做這些事情 在這裏 她的Finnit 它其實還有幾個含意 在那裏就是很單純都可以 可以代表大家 是很單純的愛情 在那裡都可以的 應該說是很單純的關係 很單純的關係 好了 第二段 第二段就是說 當那個人一直睡覺的時候 他不斷夢迴 第一句就是夢迴 他不斷在夢境裡 其實就是代表了他 我整個夢都想起你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連做夢都想起 你說我多麼愛這個人 意思是這樣 然後 他又想起 在星星下面 他愛他的人 就深深滿地抱著他 這種也是很深愛的表現 在這段影片裡 他們是因為錯綜複雜的 就是 然後 那個人就說 我現在對 如果是籠統一點的話 沒有那麼屎屎式的話 就說 我現在向天發誓 我真是愛你的 我真是愛你的 我現在是向天發誓愛你 如果在這段影片裡 就是 如果在這段影片裡 就是 就是 說 我向著皇帝 去發誓愛你 其實 他如果坊間的含意 應該都說 我對著天發誓 是 真是愛你的 就是 這樣 就是 這句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這句就是 我現在向天發誓 永遠都是愛你的 這樣 好 好 接著 去到這段 就比較長一點 第三段 由第一句開始 Tanherpoth 就說 時間都過去 隨著時間的過去 應該這麼說 明雅所說 隨著時間的過去 就說 很多事情都在變 很多事情都在變 但是 在這個地方 即是 發生過的事情 我記得很清楚 第三句就是這樣 你到底在哪裡 這句 第四句就是 你到底在哪裡 為什麼我找不到你 你消失去哪裡 即是形容著 很慘 見不到他的愛人 他很想 對著這個人 跟他說 我現在仍然很愛你 我沒有改變過 但是 我現在見不到你 那怎麼辦呢 這一句就是這樣 好 跟著 你 就好像 即是他見不到個人 然後 幻想一下 就是 即是 那個 景象 就說 他站在一個 即是剛才所說的 類似草地 之類的東西 他就有一些 蝴蝶飛過 幻想著他的愛人 就在那裡 飛舞 那 因為 即是 在 古裝裡面 其實以前是 通訊沒有辦法 沒有電話 那樣東西 他找不到他 又沒有他的訊息 都應該是 以為他是 空多吉少 甚至 那個想法就是 會不會以後都見不到他呢 這樣 所以 以前那種 愛情觀 就比較 比較落幕 一些 比較淒涼 一些 他現在就是 幻想著 那些 蝴蝶 圍著他飛的蝴蝶 就是他的愛人 即是 這一句就是 代表了他 真是 很想見到那個 愛人 是這樣的意思 是的 接著 你的聲音 仍然是 回蕩在 我的心裡面 即是 其實就是 我的心 不斷去 回憶起你的 存在 這樣 是的 那接著 又買錯了 那 這個就是說 你 才是我的真愛 那 因為這個 也是順應回 這套片 那 他 很想找回 這個真愛 好 那去到 尾段 那就是說 雖然我 回來 這個 以前的地方 但是 很多事情 都真的變了 那 現在 他的 意境 突然間 就是 突然間 就有個 時間性在這裏 這個就是說 代表了 春天 的花 就開滿了整個地方 就是說 他 剛才 在 一開頭的時候 他是用微風去草地 那 現在的草地那裏都開滿花 所以他有一個時間性 就是說 以前的東西 就過去了 那 現在我站在這裏 雖然是開滿花 不過見不到你 很淒涼 對 那 跟著 這個 we were charting butterfly 這個 就是說 很多 蝴蝶在這裏 亂飛 就是 我們是否 好像 化蝶那樣 在這裏 飛舞 這個是一個幻想 這個幻想 就是 喂 現在這個環境 很多 蝴蝶在這裏 如果 我們都 好像 他們這樣飛 你說多好呢 其實這個是一個 反而 就是 哇 死火了 見不到 見不到 就是 沒得這樣飛 一個反而 跟著 直至到 直至到 這個 就是他手牽手 直至到 這個 世界末日 如果以 比較浪漫的說法 就是這樣 跟著 你的聲音 仍然是回蕩著 在我的心裡 就是我很掛念 你 其實 整個 歌詞其實是 比較簡單的 都是說 一個 人 很想 去找回 他 失散了的愛人 到底這個愛人 還存不存在呢 當然 聽開 Hi-Fi的朋友 都已經知道 看過這套片 都知道這個劇情 我又不透露了 大家 朋友 不妨真的去看這套 《十面圍伏》這套片 是很感人的 是很感人的 還有拍得非常非常之好 卡士 和攝影 之類的劇情 劇情是比較文藝詩色 所以 它中間就有一些動作的成份 那 古物論點 這件事 可能交給 可能我之後 講電影的時候 會再講它裡面的內容 不過現在呢 首先講一首歌 也都 不要劇透字了 大家 有時間的 就去看這套片 是一套好片 還有這首歌 真是 Opera 就是Opera 那種 蕩氣回場 扣人心弦 那種的表現 就無謂的 就是 很厲害 很厲害 好 我們下條片見 我下條片 會講講 嚴薇熙那首新歌 也是下條片見 謝謝大家 繼續支持小弟 我會盡能力 拍多點片 和大家一起去分享 好 謝謝 謝謝